1912年7月,张家口村庄里的一家小店,这一组在外名镇张家口的彩色老照片非常罕见,大部分是法国阿尔伯特卡恩博物馆最近公布的影像。 这批照片是中国最早的彩色影像之一。拍摄者是法国业余摄影师史提芬帕萨特,1875年至1941年,1912年7月,张家口村庄,显得破败。 帕萨特是地球档案馆专案的重要参与者。这个专案由富有的法国银行家,阿尔伯特卡恩,1860年至1940年发起。 1912年,卡恩指派帕萨特利用当时先进的彩色摄影技术,到中国进行拍摄。 1912年7月,张家口村庄的道路。 帕萨特到达中国时,大清王朝刚刚灭昂。 袁世凯正担任临时大总统。 国家的局势还不太稳定。 在这样的大环境下,帕萨特和他的助手拍摄了北京、沈阳、张家口、区复、泰安等地。 目前,大部分作品仍未公布。 1912年7月, 帕萨特在张家口使用的马车,以及他雇佣的助手。 1912年7月,张家口蒙古包钱的母子。 这些照片最大的价值,在于其记录了被拍摄物件的真实颜色。 也就是彩色摄影技术的运用。 1904年,法国卢米埃兄弟,发明出真正的彩色底片。 而地球档案管砖案,则是这一技术在中国的首次实践。 在此之前的晚清彩照,都是摄影师后期手工上色的结果。 1912年7月,张家口草原风光。 蒙古包与骏马特别吸引人。 1912年7月,张家口慕名合影。 本文选取的十张照片,记录了一百多年前张家口的风光。 难得一见。 碧绿地草原,黄土朝天的村庄,仍然保留住清朝庄树的人们,带给我们强烈的历史现场感。 1912年7月,张家口蒙古人生活场景。 张家口处于定居农业和蒙古游牧两种生活方式的交汇地带。 这在照片中有明显体现。 不同文化的融合,让这块塞外土地充满旺盛的生命力。 1912年7月,张家口村庄衣景。 张家口地理位置非常重要。 处于沟通山西、蒙古和北京、天津交通的中心。 是货物集散地。 由张家口往返蒙古草原附地城市库伦的张库大道。 就曾写下浓墨重彩的商业传奇。 清末名初。 随著京章铁路、张库公路的开通。 张家口成为十名中外的陆路商部。 并被冠以汉码头的称号。 1912年7月。 张家口的寺庙。 帕萨特拍摄结束之后。 张家口在行政上的地位稳步上升。 民国政府设查哈尔特别行政区。 至所就在张家口。 1918年。 改查哈尔特别区为查哈尔省。 将原属直立省的口北到十县, 及查哈尔特别区所属的口外六县, 划归查哈尔省。 以张家口为省会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。